嗨 大家好 我是台湾党部的 新闻部主任刘恒威小黑 欢迎收看今天的 今天我们来聊聊 关于10月10号的 每年的10月10号呢 就是所谓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中华民国国庆呢 其实就是为了纪念在 在台湾纪念武昌起义 其实不够不可思议 今天要跟大家郑重介绍的是 关于10月10号的 五大不可思议 第一 讲完10月10号就被告 去年我们推出了 双十特辑 跟大家介绍了 中华民国的七大不可思议 其中一项不可思议事件呢 就是 讲了连家与中国国民党的 党国合作模式 成功创造了 然后我就被连战的长女 连慧欣提告了 妨碍名誉 虽然最后呢 我得到了不起诉处分 那这几个月来 我接到家里 无数通焦虑害怕的电话 家人也开始害怕我 从事政治工作 虽然现在是民主自由的台湾 但是威权的余孽 依然想在台湾人心中 留下警总 对我们进行监控 难道我们对连家的理财 知道感到好奇 是一种错误吗 到底连家什么时候 才要跟台湾民众分享 他们致富的秘诀呢 依附威权成长的权贵 用尽办法 想让台湾人闭上嘴巴 但是一直以来 让我前进的动力 就是我们必须得 谈论历史 来抵抗遗忘 不断挖掘过去被掩埋的真相 我们总有一天要创造出 让台湾人 不害怕说出真相的社会 2. 悲愤沉痛的10月10号 在1949年的12月7日 中国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彻底的打败 蒋介石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宣布了中华民国要流亡来到台湾 但其实早在1949年的10月10号 蒋介石就在 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提到 共匪善改国体、国号、国旗、国歌 所以全国同胞必须征念中华民国缔造的 艰难、易感、救亡、图存责任的重大 回头看看朱立伦给习近平的复电里面 不敢提到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看来是把蒋介石在1949年的悲痛 全部都抛在脑后啦 3. 总统做了10年 还要再做10年 1949年蒋介石从中国流亡到台湾之后呢 在1950年开始 直到他过世的1975年 连续当了25年的总统 而他的儿子蒋经国 子澄复业也从1978年 直到他过世的1988年 连续当了10年的总统 这两父子呢 总共当了35年的总统 把总统全部都做到死 其实还不够夸张 更夸张的是 因为他们的心愿都是回到伟大的中国 所以至今他们都没有下葬 每年耗费国家大概4到5000元的预算 来维护所谓的 两奖园区跟四湖灵寝 而放着蒋中正巨大同向的中正纪念堂呢 我们把它称作中正庙 一年的预算也大概有2亿元这么多 好险最近促转会终于公布了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方案 希望它可以变成反省威权历史公园 然而更重要的是追求真相跟究责的加害者 才能真正落实转型争议的工程 4.10月10号必典党歌 你有注意过 专华民国国歌里的 无党所踪这4个字吗 别名是国歌 为什么会提到党呢 其实这首专华民国国歌 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歌 歌词是孙文在1924年 在黄埔军校里面的开学典礼中 对于500名师生所演讲的训词 国民党党歌当国歌在唱 党徽当国旗在用 党国部分的程度真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我们从小唱到大 小学到高中只要是开晨会的时候 一定要唱这首歌 甚至连以前 看电影之前也要唱这首歌 洗脑的程度就只要是前奏一出来 大家就会跟着唱 超级厉害 超级不可思议吧 5 最烧钱的10月10号晚会 在2011年的10月10号呢 马政府举办了两场建国百年的音乐剧 花了超过2亿元的税金 然而当年却没有预算 可以补助弱势学童来喝鲜奶 光是这两碗烧掉的钱 就足够让弱势学童喝21年的牛奶 按照台南市儿童 每人每天的营养午餐额度 36元来计算 2亿至少可以补助 27000位学童一年的午餐费 而这笔钱也几乎是我们台湾基金 一年政党补助款的10倍 也就是可以让台湾基金活10年 这样的浪费公帕行为呢 作家冯光远就痛批 文件会的主委是人渣公务员 还因此入狱了服刑20天 以上就是关于10月10号的 中华民国五大不可思议 当年中国国民党带着中华民国逃来台湾 无理取闹又吵吵闹闹闹 从过去的坚决反共 反共大陆 消灭万额共匪 要解救同胞的精神 如今却是轻共又舔中的政党 其实充满着荒谬跟可恶 我们不能改变过去发生的历史 但是我们必须多了解台湾过去发生的事情 并且认同这块土地 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华民国的不可思议事件 或是想要看清中国国民党的真面目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们 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还要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台湾党部的刘恒威小黑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感谢大家